布林桿去不是為了油價 油價啊 因為經濟復甦不好啊 所以人家當然要減產啊 不知道要賣給誰啊 布林桿去是因為 有一件事情正在醞釀中 把美國嚇壞了 就是伊朗跟蘇地阿拉伯 還有周邊一些國家要 組成一個聯合巡邏艦隊 在波斯灣喔 這個美國怎麼可能容忍啊 而且是伊朗主導 這簡直不可思議啊 兩個本來是對手啊 那現在既然說要聯合巡邏 那豈不是不需要美軍啊 他巡邏對象是針對誰啊 沒有任何海盜啊 外敵啊 那你想一想美國在 阿拉伯半島有多少空軍基地 那你豈不是讓人家無用武之地 這個事情還在進展中啊 那 可是美國 已經很多地方見報了 那你可以看到中文的訊息非常少 就是美國 非常的驚恐 所以才會做這麼多報道 那美國第一時間當然就說 沙烏地阿拉伯你被騙了 說你怎麼可以讓波斯人來主導 之類的 所以他去跟他說你不要被詐騙集團騙 對可是他恐怕擋不住了 因為這個恐怕是 小沙拉曼的決定 那這個 就是 伊朗跟這個沙特的 和解進度 遠遠超過美國的預期 因為你才 剛剛 不是大使 到北京見面啊 然後回去要互設大使館啊 然後接下來要醞釀高層護防 啪一下就到軍事合作了 這簡直匪夷所思啊 因為美國本來的預想是說 總要等到 這個 中國軍隊來這邊設基地之後才有這種進展吧 沒想到自己就搞起來了 啊 所以英文的媒體就直接寫啊 就美國的官方認為這個是中國 斡旋的結果 在幕後操作他們兩個 因為 中國大陸很難想像他一下就來 這個中東地區設軍事基地了 不太可能 中國大陸也不太願意啦 因為還沒有到那一刻 啊可是他知道這個地方需要安全擔保 好嗎 不然很容易開戰啊 不然伊朗的聖城旅怎麼辦 伊朗有一大堆民兵 在燒地阿拉伯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只好讓雙方來進行軍事合作 啊可是這個怎麼會成功啊 讓美國感到不可思議啦 這種事情怎麼有辦法談那麼快 他們握手和解美國已經不可思議一次了 結果現在還居然這個難度更高為什麼呢 因為雙方連指管通勤的 數據都不一樣 你怎麼有辦法合作巡邏 那豈不是互相 互相分享這個 數據 數據情報 那這樣燒地阿拉伯是不是把 美國給你的東西都給對方看光光 雖方的資料在你這 當然是啊 因為燒地阿拉伯這方面的 科技幾乎都是美國的 所以你去想一想會發生什麼事 就比如說最近昨天出了一個訊息嘛 就是台灣不是買了那個MQ-9嗎 那個死成無人機啊 然後美國昨天宣佈說中日 那個美國日本跟台灣 的那個 無人機的 數據要連接嘛 這是很重大的訊息啊 因為以前大概只有 美國跟台灣 美國跟日本的連接 那現在是 美國日本台灣 同時連接啊 那等於是我們第一次跟日本 可以有同享的 軍事的偵查數據 那你想想這個在軍事上的意義是什麼 就台灣如果發生狀況 日本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所以中國大陸昨天當然是 嚴重抗議 所以真的把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變得具象化 至少 通訊上 那我馬上知道你有事 情報上就先連結了嘛 知道有這個意義嘛 而且 MQ-9 他本來就是他可以在 空中續航超過48小時 所以大家本來就預期他會在台海中線 一帶做情報蒐集 那等於是那個情報蒐集第一時間資本也會知道 這個在軍事意義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當然MQ-9要小心啊 以後你出現在 台海中線可能會被打下來 很危險 當然啊 因為你已經連線了嘛 所以 而且你是無人機啊 又不會造成傷亡 所以你可能會曝露在 極大的軍事危險當中啊 不過那題外話 我只要做個類比 就說美國一定會類比到說 哇那我以後的 數據 這個 伊朗也會知道啊 我透過沙烏地阿拉伯把數據送給了伊朗 伊朗知道可能也意味著俄羅斯會知道啊 因為那都是連的啊 所以你看他緊不緊張 那他該怎麼辦呢 緊張死了 他一定會去下 警告 沙烏地阿拉伯你不准這麼做 他叫的動嗎 你認為小沙烏地阿拉伯是這種人嗎 你來講一講我就聽啊 這個 布林肯可能會去跟他講啊 你這個事態極為嚴重 未來 在必要的時候你可能會遭遇什麼 我不一定能夠保護你 是啊是這樣嗎 不只不能保護你 你可能會有一些狀況發生 對他進行人生恐嚇 不是啊你可能你的數據會被人家 這個 因為伊朗跟俄羅斯本來就是連在一起的嘛 那美國會把這個理解為什麼啊 就是俄羅斯以後 就會了解整個波斯灣的狀態啊 那你以後就不要怪我這個 駭客攻擊啊 之類的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他會跟他講什麼 因為 卡達就有一個美國在 阿拉伯半島最大的空軍基地 卡達就在伊朗對面 那美國在 以後卡達有什麼動態 伊朗可能都知道了 目前的狀況就會變成這樣啊 因為不知道 不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是不是有嚴控數據的分流了 這個是技術問題這個我們就不清楚了 不過美國在 阿拉伯半島有將近20個軍事基地 這你不要小看他 而且有很多都是CIA 所以這件事情非常的嚴重是在 整個地緣政治軍事的這個衝突上面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嚴重 可是他這是一個 所謂的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的聯合的這個巡邏 這件事情就是一個 就是他的層次是深入 他也許他就說我們要降低啦 他只是一個海岸巡邏隊啦 會不會是這一種還是 軍事上面其實已經有某種你剛才講的 相關的情報聯合作戰的概念 你如果是美國 你們連一起吃飯我都反對了 我要把你想成最極端的狀況 當然是啊 那我也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會怎麼跟我講 他說這個只是海岸巡邏啦 抓抓盜匪啊 抓抓海盜而已沒什麼 美國不會相信的 不可能 他會把他當成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一定是從最壞想定 這個就好比美國來台灣 還有我剛剛跟你講那個 MQ MQ9那個數據連線 北京也把他想到最壞的狀況 一定必然如此 這是一定的 而且你不要忘了 任何風吹草動都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就在這個數據連線的前一天 台灣日本 公佈了冰推 那個冰推當然表面上說 核心議題是日本撤僑 可是冰推的想定有40幾種狀況 那我怎麼知道你在幹嘛 而且冰推了三天 就是看怎麼連線啊 看美日台 MQ9怎麼連線啊 沒有啦 這搞不好是冰推想定裡面的 冰推想定搞不好也在談 日本怎麼幫忙你啊 北京一定會這樣想的啦 他不可能不往這個角度想啊 就美國怎麼去 想中東的議題 北京就怎麼想 台海的議題 任何國家都是這樣啦 都是往最壞的想 不然國安局哪有事幹啊 搞國安當然就是像習近平講的嘛 要有底線思維這是防禦性的 另外要有極限思維啊 要針對對方怎麼搞我 我要做出 最壞狀況的時候 該如何反制 當然是這樣嘛